所以第二十四节说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能见的 就忍耐等候 所以一个一个信徒呢 如果我刚才说的 他在那个叹息里面 他是盼望那个最后的日子 身体得数的 这个证明他的生命是曾经一次决定性的 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主 脱离罪脱离过犯 对不对 所以才会现在有这个盼望的 所以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你的 你怎么知道你得救 我得救我得救 我做决志祷告了 不是你问心灵里面有没有这种盼望 可能很少 但是有没有 起码有 我知道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点盼望 那这里说 谁还盼望所见的呢 谁看不见的 是我们所盼望的 所见到的就不是盼望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注意听这句话 盼望是什么 hope 盼望是一种信心来的 所望 未见之事的实体 所望之事的窃据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 用肉眼看不到 那个盼望才是真实的 现在你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这个椅子呢 是短暂的 有一天会坏的 没的 我们姐妹们的容貌这么漂亮 是短暂的 这个皱纹全部出来 有一天死了 变成泥土了 各位了解吗 这个是短暂的 还有什么是短暂的 你的 我的今生的很多的经历啊 好感啊 坏感啊 什么都是短暂的 你只要能够用你的现在 你的五感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神说这是短暂的 只有那个眼睛看不见的 眼睛看不见的是 极重无比荣耀的 永生是看不见的 这个心的身体是看不见的 现在已经预备了 但是还没有来 因为现在你还活在 看得见的身体 所以呢 只有那个盼望 所以现在这个看不见的东西 是用什么来现在享受 用盼望 用盼望 所以很多人说 你有没有上过天堂 你怎么知道 你有看过天堂吗 你有看过地 我看到的话 我就不会在这边了 各位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看到就结束了 所以你不能看到的 神是你一看到 祂的荣耀是有罪的人 一看到就死了 不能看到的 所以你要盼望的东西是 看不见的东西 永生 但是我知道 永生是在的 为什么人活在今生 总是一个短暂有限 然后惧怕 为什么 因为一直想到死后怎样 因为人有永恒 那个才是现在肉眼看不到 但是用盼望来享受 来看到 所以既然你看 你盼望的是看不见的 现在怎样 现在忍耐 等候 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奥昧出现了 盼望是什么 盼望是很急迫的 我盼望快点来 每次跟我孩子说 你等 你要买这个玩具 圣诞节才 快点来圣诞节快点 盼望 很急迫的 对不对 但是等是什么 等是很忍耐的 忍耐性的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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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信一个真正 生命里面有叹息的信徒 他是 急迫中 有忍耐 忍耐中 有急迫 听得懂吗 这个两样东西要在一起 有些人是很急迫 很急急急 但是没有忍耐 所以传福音总是叫人家跌倒 还是什么 就是太硬了 冲啊 但是很像盲冲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说 你要忍耐 忍耐 等候 但是从来没有看他传福音 没有看他这么 等候时间表 永远就是时间表 那个时间表 十年了还在时间表 所以这个叫 没有急迫的忍耐 所以圣经的话 是有点paradoxical paradoxical是 就是说把整体 最正确的感觉 那个心态要给你 急迫当中有忍耐 所以快快传福音 拯救人 提摩泰 你勿要传道 得是不得是 你要传 但是下面又说什么 下面又说 你要忍耐苦难 做成传道的功夫 又讲这句话 有点contradict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 其实放在一起的时候 急迫中有忍耐 忍耐中有急迫 这个两样东西 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